一名港妈早前身穿瑜伽服 大晒于2200美元租住海景工 以四四人家庭住600英尺三房公屋 又设非雍房引发热议 港妈被网民踢爆 已在深圳拥有价值400万物业 并自称月入3万 该港妈的公屋未出东涌 在上月底 接受内地网红访问 以一身景深 粉红色于佳山出场 非常抢眼 开箱片以一名内地网红撞四随乱结 碰巧遇到这位港妈开始 港妈在访问中更严 香港随便打份工都两万 面对争议之声 该港仍继续接受内地网红访问 再度已贴身于家福 但大晒其以2200美元 原租住海景工屋 他这次在访问中 在强调 单位内三房都能看到海景 而且在友好 只家中一项开支可以追上房租 有关港妈的两 访问在网络疯传后 有网民踢报该港妈在2018年层 受内地网红访问 当时介绍其在深圳拥有一个 只400万元的单位 港妈在访问中更自曝月入3万元 该访问中 港妈以广东画像主持表示 我无时交 他承认单位是自己买的 更笑谈每月收入 该港 两次访问都如同随机被截 但有网民踢报 港妈 时是一名内地来港的网红 他在内地多个社交 他有开设账户 其中 其抖音账户便拥有36.9万粉丝 在账户中资料显示其年龄为29岁 位在广东的福龙岩人 是一名模特及演员 账户的爱辟属地在广 有关港妈在介绍公屋时 自称有一子一女 有网 则留言指该港妈现已离婚 更流传该港妈的家照 但有关留言未获证实 未知真伪 对于港妈过 曾自称在深圳拥有物业 不少网民表示关注 呼 房屋署彻查是否有人申请公屋时需报资料 有 民更表示已向房属举报 怀疑有人滥用公屋资 现时四人家庭公屋入息及资产净值限额 每月入 为30,950美元 资产净值限额为57万3千美元 而公屋申请者申报资产 需 扩境内及境外物业 公屋申请人做出虚假陈述 刑事罪行 最高可被判罚款5万元及监禁6个月 香 的公屋申请会因此而被取消 而已入住的公屋 未 亦会因此而被房屋署收回 相关热化 星岛头条APP 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精彩内容 横天都高橋 十字幕 大事 便是 吉 申 palm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